好,接著就說一下這條 它現在就說有一個Sequence,即是有一堆數 A1是什麼呢?即是代表第一個數 A2即是代表第二個數,如此類推 它的關係就是這樣的,第一個數就是1 第二個數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把前面那塊乘2,再加1,就是下一個數 我們試試計頭幾個 第一個就是1 我們將它乘2,然後再加1,就是下一個 即是第二個,這樣就算到3 然後將它乘2,再加1,就會出到下一個,7 它就不停地重複這個步驟 每個數字乘2,再加1,這樣一路去 它要你用Mathematical以得然證明 其實,第N的數,可以是2的N次方-1 那你就看看是不是 這個就是2的N次方-1 3就是2的N次方-1 7就是2的N次方-1 15就是2的N次方-1 15就是2的N次方-1 它排第幾,這裡的N次方-1 我們用MI去證明 做法就是這樣 當N是1的時候 我們要細心留意一下,哪些是它給的 這兩個是它給的 我們可以用這兩個 所以,A1就是1 另外 2的1次方-1 是不是又是1 所以你就會知道 A1就是2的1次方-1 就是用到一條色 因此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 equals 1 然後看清楚 我們要assume哪句呢? assume 用Mathematical Induction證明這一句 assume有某個整數 am 這個am 就是2的m次方-1 m is positive integer 這樣 好了 下一個了 當 n是m加1 的時候又怎樣? 你看,a的m加1 我們可以用這條色的關係 這就是 等於2乘am加1 題目比的可以用 這個就不是induction 是題目比的資料 這個am 可以變成這個 就是用induction 就是用induction 這樣 OK By induction 所以 整個2乘am就變成2的m加1次方-2 再加1 就是2的m加1次方-1 對 對 當 我們知道第m項是2的m次方-1 的時候 我們可以證明到 原來 第m加1項 一樣是2的m加1次方-1 所以 再加幾句句子 自己寫 這條數就叫做完 接著 24 這條 它應該說 x1是2 xn加1 3乘xn加8 但是n是正整數 叫你證明 xn可以寫成-3的m加1次方-3n次方-4 OK 那你就看看 當 n是1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a 左手邊 就是x1 題目比的是2 右手邊就是3的1加1次方-3的1次方-4 你發覺又是2 所以 the statement is true 會是n等於1 行不行 然後 我們就假設 對於某個的正整數n assume xn等於3的m次方加1 減3的m次方-4 m is positive integer 好 那當 n是m加1的時候又怎樣呢 那 那 你會發覺 就是 第m加1行 其實用回題目比的這個關係 這個關係是題目比的 可以嗎 那就可以寫成就是 3乘xn加8 所以 我們可以用回 induction 的 assumption 紅色不介入這個 就是 3乘3的m加1次方-3的m次方-4 再加8 你會發覺 一乘3進去之後 馬上出答案 對不對 3,4,1,12 負12加8負4 你會發覺 跟這個格式一樣 OK 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 證明 你就自己寫一些句子 考試的時候 OK 我就不寫 1 我只要顯示那個內容 B 這次它證明這個submation OK 就是 就是 當n是1的時候 左手邊 就是 加1 9 term 就是 x1 就是2 右手邊 右手邊 就是 3的1加1次方-4乘1-3 又是2 所以 the statement is true 是n等於1 然後 又是假設 某個整數 某個整數m 會令到這條equation 活動 按照寫 按照寫 m is a positive integer 下一個你要做的就是 就是 當 n是m加1的時候 那怎樣計算下去呢 通常都是這樣的 要就回那個樣子 就變成 x的m加1 好了 我們就是x的m加1 可以用回題目給那個資料 就變成 3乘xm加8 對不對 而後面這個 用回assumption 就是 變成 3的m加1次方-4m-3 加這個 加這個 行不行 看回題目吧 好了 下一步又怎樣呢 這個xm 做了 拍A 拍A 證明了 這個就是 這裡寫回 induction assumption 就是這個 紅色這個 OK 後面這個x的m加1 就是題目給的 等於3的xm加8 前面這裡照寫 後面這個 這個 加 3乘xm加8 即是什麼 3 乘回 這個3的m加1 減3m 減4 再加8 那你發覺化解這些東西之後呢 你會出回 3的m加2次方 減4 酷 m加1次方 再減3 OK 那你會發覺就有 行不行 那些句子你自己寫了 那些結語 這句子你自己寫了 好了 接著呢 又要介紹一個 火叫做factorial 這個factorial是什麼 它的寫法也要感嘆號 我們定義就是 n就是一個正整數 n的factorial 就是指 由1這個數字 開始乘 一路乘到n OK 例如 2的factorial 可以寫做 1乘2 當然你寫2乘1都行 調回軸寫也行 3的factorial 就是1乘2乘3 你寫2乘3 3乘2乘1都行 4 的 factorial 就是 1 乘 2 乘 3 乘 4 5 的 factorial 就是 1 乘 2 乘 3 乘 4 乘 5 OK 這裡有個很重要的 fact 就是這樣的 n 加 1 的 factorial 可以等於 n 加 1 這個數 乘 n 的 factorial 什麼意思呢? 譬如舉個例子 這裡 5 的 factorial 可以寫作 5 乘 4 乘 3 乘 2 乘 1 不是? 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裡 我把這個寫在一起 就變成 5 的 factorial 等於 5 乘 4 的 factorial 可以嗎? 好了 另外你說 4 的 factorial 又怎樣 4 的 factorial 我可以寫作 4 乘 3 的 factorial 好嗎? 可以嗎? 為什麼? 因為 4 乘 3 乘 2 乘 1 我就這樣拿 3 乘 2 乘 1 下來 拿 4 出來 可以嗎? 就像每次都移一個整件數出來 譬如我現在移3 這個數字出來 就變成 3 乘 2 的 factorial 可以嗎?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這條 叫你用 mathematical induction 去證明這條 equation word 這樣 好了 我們先看看 當 n 是 1 的時候 左手邊 就是 k 從 1 到 1 就是 k 乘 k 的 factorial 這個我算不算 所以就變成 1 乘 1 的 factorial 那什麼叫 1 的 factorial 呢? 就是 1 乘 1 就是 1 所以就是 1 乘 1 就是 1 右手邊就是 n 代 1 就是 1 加 1 括弧 的 factorial 減 1 1加 1 就是 2 2 的 factorial 是多少 就是 1 乘 2 就是 2 所以就 21 不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了 the statement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 equals 1 然後 assume 有某個整數 m 會令到這條 equation 正確 對 m is positive integer 跟著 當 n 是 m加 1 的時候 又怎樣呢? 這樣呢? 就會是 退一九出來 這個遊戲是 m加 1 的 你知道都是一個很常見的技巧 問題就是 退出來之後會怎樣的樣子 加 k 變成 m加 1 這樣退出來 m加 1 這一塊 乘 m加 1 的 factorial OK 好了 跟著 這個位 就可以用那個 induction assumption 就等於 m加 1 的 factorial 減 1 加 m加 1 乘 m加 1 的 factorial 然後 中固號就是 1加 bracket m加 2 然後 中固號就是 1加 bracket m加 2 然後 中固號就是 然後 後面就有一個 減 1 OK? 這個減 1 就變成 m加 1 的 factorial 成 中固號就是 m加 2 那 m加 1 的 factorial 乘 m加 2 就是下一個圖片 就可以變成 m加 2 的 factorial OK? 所以就完成了 然後 句子自己寫完 然後 有時候 mi 不一定是顯示 整個圖片是 全部加的 整個成文都可以 OK? 這裡就是這樣的 假設 tk 即第 k 就是 n 乘 n 加 2 再是除 n 加 1 的 square 對嗎? 這樣 叫你用 m mi 證明 由 第一個 term 乘 到 第二個 term 可以變成這樣 那就看 當 n 是 1 左手邊 就是 t1 那就是 用回這個 t1 1乘 1加 2 除 1加 1 的 square 即是 3 over 4 OK? 右手邊 就是這邊這個 1加 2 除 2 乘 1加 1 即是 3 over 4 OK 所以 所以 the statement is true when n equals 1 然後 就assume 在某個整數 m 會令到這個 equation work 然後 要說回 n is positive integer 好了 接著 當 n 是 m加 1 的時候又如何呢? 這樣 那就考慮 就是頭 m加 1 的數目 成了 OK? 即是成多個 會如何呢? 那就很直接了 這裡 你可以用這個 assumption 就變成 m加 2 over 2 bracket m加 1 後面 成這個 這個 t的m加 1 就用回題目那個 用回題目這個 就變成 m加 1 成m加 3 over m加 2 all square 這樣 這樣 紅色在這個位置 就用了 induction assumption 接著就做了 約解了 OK? m加 1 這個約了 接著 m加 2 這個又約了 所以變成 m加 3 over 2 m加 2 已經 這樣便可以 OK? 因為你希望這個 代替m加 1 的時候 叫m加 3 over 2 m加 2 現在這個便可以 OK? 所以 後面後面的句子字 自己寫 OK? 好 接著到這條 28條 這樣呢 tk 就是k -1 over k k 就是positive integer OK? 叫你用mi 證明 這裡成為 n加 1 vectorial 除2n 記住 那個條件 n要大於1的整數 所以 initial case n是2 when n 是2 left hand side 就是t2 2 就是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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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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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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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是 positive integer 所以當 n 是 m 加 1 的時候 就變成 t 2 乘 t 3 乘到 t m 還要乘到 t m 加 1 這裡跨著這個 就可以用 assumption 就變成 m 加 1 的 factorial 除 2m 而 t m 加 1 這個就是用題目給的資訊 m 加 1 減 1 over m 加 1 這樣 然後 by induction assumption 前面不能攪拌 後面通負母 變成 m 加 1 all square 減 1 後面可以化減下去 就是 m 加 1 factorial over 2 的 m 乘回 前面就是 m 乘 m 加 2 over m 加 1 這樣 所以 m 減走了之後 你會發現分子變成 m 加 2 的 factorial 除 2 乘 m 加 1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自己的句子就寫回去 OK